考古学家在玛雅发现一个金字塔底部的运河系统,包含一个通往来世的通道,隧道无限延伸,用地震与地震仪可以探测出地球深度,无法探测其深度。 更有记录表明,玛雅的金字塔内有可以通往来世的道路,科学家表示,他们在地下和隧道内发现了一个赫马明文的宫殿,这个宫殿埋葬着一个名叫阿加尔的古代统治者,看来这个统治者做的这些都白费了,还是被我们给发现了,他没有通向来世。 飞船也没制造成功,研究所的主任考古人类学和历史学家佩德罗,丧切斯玛瓦说,在墨西哥城附近,他们发现了一个隧道,隧道是用很大的石头砌成的,不过里面有很多水,像这种情况,丧切斯玛瓦说,这就是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,2012年的时候开始挖掘,当时挖掘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和玛雅的金字塔有点类似,他们怕挖的时候断层,导致金字塔塌陷, 但后来发现,里布竟然还有三层石头砌成的东西,还覆盖在隧道顶部。 刚发雷斯说,在金字塔内,相同类型的三层石层下,发现了统治者的坟墓,他说,几乎没有任何通道与这个坟墓相连接,但不排除深处有通道,因为这个隧道太小,人们无法爬行通过,研究人员不得不拿出地震一侧会隧道内部情况。 波士顿大学考古学助理教授普朗西斯科说,我相信在运河底部建造坟墓和水体是地狱的入口,其他专家们则认为,地狱中肯定存在通往来世的通。 考古学家刚发雷斯说,研究人员认为金字塔坟墓应该被刻意捡摆在公元683年和702年之间的某一个春天,金字塔下的隧道中,水从葬事扩散到宫殿前,以此预示巴加尔的精神碧玉之路永无止境。 宫殿中的名文破译后的大概意思是,接受黑暗洗礼的人,必须沉入无休止的死水中。 当时,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加尔的大量石标的石棺上,一些错误的看法是,玛雅统治者坐在一艘可以控制的宇宙飞船中,通过来世的道路。 但考古学家刚发雷斯说,尔氏中的一对石头上雕刻的名文上说,神将领导此神通向黑暗深渊,此水将把它们淹没。